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过才能过得好 就成为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有人觉得 人老了就去养老院 那里老人很多 养老设施也很好 生活起来会很快乐 也有人觉得 可以请个保姆在家伺候 每天享受专人照顾 日子肯定很自在 不过这些老人还是少数 绝大多数老人 还是保持着比较守旧的思想 他们觉得跟子女养老才是最好 毕竟养儿防老 和亲人生活在一起 才有家的感觉 虽然老人的想法很好 但是现实中却很难实现 很多子女还算是孝顺的 可生活中的各种压力 却使他们对老人的养老 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很多老人就会觉得养老好难 对晚年也十分惆怅和烦恼 但是说到养老 我们小区一位73岁的李大爷 却觉得养老一点都不难 他说养老很简单 不用麻烦子女 守好这三样东西就可以 为什么李大爷会这样认为 还有他所说的守好三样东西 又是哪三样呢 下面就来听听李大爷的故事 讲述人 李大爷73岁 我今年73岁 老伴72岁 我们身体还不错 还能自理 周围很多老人都很羡慕 我们劳两口 因为我和老伴 不仅感情很好 而且双双都是退休干部 每个月两口子的退休金 加起来都有近万元 可能对比很多老干部来说 我们这种退休金不算多 但和普通家庭的老人来说 却比较滋润又富足的 而且在退休后 我和老伴自己自足 趁着还不算老 也开了几年麻将馆 赚得不多 也算能维持我们两口子 每个月的生活所需 而我们的退休金 一半拿起来存 一半拿来贴补两个儿子 那时候身边很多人都劝告我 说不要太宠溺儿子 毕竟他们都成年了 我们自己的钱就要自己藏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而我和老伴却觉得 反正老了都是要依靠两个儿子来照顾的 现在一点点把钱分给他们 也算能增进感情 以后好让他们更用心来感恩 伺候我们 然而我这样天真的想法 却被现实打了脸 五年前 我和老伴陆陆续续疾病缠身 我三高飙升 还有痛风 老伴则是心脏不好 所以麻将馆就被迫关停 而我们就开始想着 啥也不干了 就好好去和儿子养老 毕竟忙了这些年 钱也算赚够了 以后还缺钱 就让儿子们来负担了 以为我们两口子 一直宠爱的儿子 会在我们年老 得到很好的赡养 结果我一提出 要去儿子家养老 两个儿子 纷纷都表示很为难 且借口很多 就是不肯给我们养老 这时候 很多人就会疑问了 为啥我们就一定要 跟着儿子养老 去养老院 去找保姆就不行吗 说实话 像我们这样双二家庭的 去养老院或者请保姆 这不就会让人笑话 说我们儿子不管用 不孝顺 我们两口很卑微吗 所以 为了让两个儿子 肯给我们养老 我就决定 把每月的退休金拿出来 只要我们在谁家养老 这近万元的退休金 就给谁 当时两个儿子一听到钱 没多想就答应了 并且还要我们公平点 再两个儿子轮流住三个月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一碗水端平 于是就我和老伴 就开始轮流养老的生活 我们先去比较近的小儿子家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是小儿子家最受宠的人 一住进去 小儿子就给我们准备好了 一间主人房 有暖气 有电视 还有全新的被子 小儿媳也对我们很好 家里的大小事 都不让我们插手 我们天天就吃喝拉撒睡 时不时就去公园散步玩耍 然而 好日子却很快就结束了 大概才住了一个月左右 工资卡被小儿媳拿去后 他们两口子的态度 就越来越差 小儿媳总是很嫌弃我们 一会说 我们天天只知道吃喝 不会帮家里做点事 一会又抱怨 我们俩心眼坏 只给他工资卡 以前的养老钱 也不舍得拿出来给他们用 一会又说 我们不注意卫生 哪哪都有味道 衣服两天没换 更要被他说成乞丐一样 小儿子呢 什么都听他老婆的话 从来不会向着我们 甚至还想要我出十多万 给他买车 我觉得他们都有车了 就拒绝 结果就迎来很大的怨气 天天都没个好脸色 给我们的吃喝穿用的标准 也大幅度降低 我们吃点好的 用点好的 还得自己偷偷拿老本去买 好不容易挨过了半年 我以为去到大儿子家 会享受到不一样的待遇 结果大儿子 却比他弟弟还要狠 我们去大儿子家 大儿媳就给我们安排到 一间小杂间 一样的客房 还装好心地说 这房间冬暖夏凉 干燥还隔阴 适合我们住 住得不好也就算了 大儿媳还很多是非 叫我们凉口子 衣服分开洗 还要我们天天换袜子 鞋子更要我们拿到门口的 就鞋架上去 而且本来我们是来养老的 渐渐就变成他们家的免费保姆 一日三餐 要我和老伴做 做的菜还得儿媳来安排 家里的一些家务活 也要我们做 甚至上小学的孙子 也要我踩单车去街 一点也不怕我身体不好 半路出事 大儿子呢 虽然一直忙着工作 很少搭理我们 对我们态度也还算可以 但是他却是个笑里藏刀的人 每次突然孝顺我们 带我们去逛街买衣服 或者自驾游等等的背后 都是目的的 要么股票投资不好 要我们慷慨解囊拿钱给他补仓 要么就是在外面消费 过头没钱了 又不好跟儿媳要钱 就跟我要钱花 每次不是几千 就是几万 搞得我在大儿子家福气 没享受到多少 就贴了好几万养老钱 而且每天操劳一家人的家务事 也让我和老伴身心疲惫 经历了近一年儿子的轮流养老后 我和老伴就心灰意冷地 搬回了自己的老房子住 虽然老房子有点旧 而我们两口子也疾病缠身 生活有些不便 但还是回到自己家 就觉得很温馨也很舒适 至少不用被儿子儿媳嫌弃 也不用憋屈地活着 我和老伴也这样暗暗做了个决定 现在身体还算健康 就两口子互相依靠的生活 真到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我们再请个住家保姆来 毕竟我们两口子的退休金这么多 请个住家保姆也是绰绰有余的 在自己养老这些年 我对养老也深有感悟 其实晚年养老也很简单 不用麻烦子女 守好这三样东西 照样能过得很舒心幸福 一、守好健康 积极锻炼身体 保持良好作息 人到晚年 最大的麻烦和困难 不是儿女不孝 而是自己身体不好 毕竟 久病床前无孝子 子女在孝顺 老人自身不健康 天天都要子女操心 并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那么子女就会嫌弃和不待见 而守好健康 就是我们老人能否舒心养老的基础 每天坚持迈开腿 走出房间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 去散散步练练太极 或者跳跳舞 多去参加一些适合老人的文艺活动 让自己有事做 不整天闲置在家里 坚持不做没有活力的老人 有句话说的好老人的病 多半都是在家里憋出来的 二、守好养老前 学会给自己的晚年存钱 更要在晚年学会守好老本其实人到了中年 就开始学会给自己的晚年存钱 这样到了晚年 才不会没本钱养老 但是晚年有了钱后 我也要学会守好自己的老本 因为晚年的我们 已经没法子去挣钱了 收入大不如年轻的时候 而子女有各自有各自的生活要维持 对于我们老人的生活 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而我们的晚年 就只能靠自己存的老本 所以 与此同时我们要守好老本 不要随便借钱给亲戚朋友 这年头借钱的人都是大业 借给他们了 你想要用钱的时候 他们大多都很难偿还 也不要过度贴补子女 子女的债务问题 生活问题 我们在保证自己的生活被动摇的情况 尽能力出手帮一下子女 是可以的 但千万不要什么都补贴得妥妥的 得让他们靠自己的能力去维持生活 更不要用养老钱去赌博 不要去投资理财 不要去瞎买保健品 人老了 什么都要求稳 不要贪心 守好养老钱 做个财富自由的老人 三 守好老伴 深爱着身边的老伴 一起携手共度晚年 我们一定要深爱着老伴 不要做什么苟且之事 伤了老伴的心 要知道 人到晚年 身边的老伴 就是你最好的依靠 生病了 第一时间陪在你身边 无微不至照顾你 对你不离不弃的 始终都是跟你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伴 有人会说 现在只要有钱 保姆护工 就可以替代一切 但是外人始终是外人 他们拿钱办事 没有真感情更无人性 远不及老伴的那种 贴心又温暖的陪伴 所以 人到晚年 要想好好地养老 老伴是你最要守好的 没有老伴的晚年 有再多的钱 也会黯然失色 没有什么幸福可言 结语 人到晚年 关于养老 其实真的不难 我们只要保持一种心态 凡是靠自己 子女养老不要太过在意 只要能过得好 怎样养老都是好的 不过也建议大家 无论选择怎样养老 我们都要守好 上面所说的三样东西 这些都是晚年养老必备的 屈易不可 苏氏在《侧别十六》中写道 善养身者 使之能益而能劳 大致意思是 要想身体好 休息和劳动都不可少 现在工作与生活节奏都快 可以说养生 已成为人们调理情绪 与身体的刚需 翻看最近的杂志 发现一条很逗的言论 精准捕捉到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奥义 口红的镜头是裸色 医美的镜头是养生 烫染的镜头是黑肠植 消费的镜头是断舍离 时尚的镜头是黑白灰 而那些真正会养生的人 只养好这三处就足够了 美意养眼 主持人何炯说过一句话 美好是一种选择 发现美好是一种能力 其实我们生活中 大部分的烦恼 都是源于心中的计较 细细想来 正是如此 除了身体上的痛苦 我们所感受到的其他痛苦 往往是价值观带来的 而非真实存在的 一个人无论多么成功 得到多少财富 如果不会欣赏生活 品味生活 他的心灵就不会快乐 因为他无法感受到 这个世界的美妙之处 在美国西部的一个小镇上 一位花匠在自家的花园里 种满了各种玫瑰花 转眼到了玫瑰盛开的季节 花匠很高兴 决定将鲜花随机分发给路人 与大家一起分享这份喜悦 第一天 一位少妇经过花园门口 花匠地上几只玫瑰花 少妇很乐意接受 但她的丈夫似乎不喜花匠的行为 第二天 一位商人经过花园门口 花匠照例地上几只玫瑰花 商人高兴地说 玫瑰花真漂亮 同时把钱递给花匠 花匠不愿意收 但是商人不同意 硬把钱塞给了她 第三天 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 经过花园 花匠地上玫瑰花 小男孩将鼻子凑近闻了一下 笑着说 真香啊 谢谢 然后 她高兴地上学去了 这一天 花匠开心极了 她终于找到了一个 能够真正与自己共享快乐的人 是啊 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 能够多一分优雅 懂得坦率真诚地欣赏生活中的美 暂时忘掉身份与责任 那么一个空明澄清的世界 就会出现在眼前 正如那句经典名言 美是到处有的 对于我们的眼睛 不是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 深以为然 在这世上 存在很多美好的事物 而能否发现这些美 因人而异 很喜欢一段话 分享给大家 活着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既然来到人世间 便去爱 去经历 去感受 去欣赏一切微笑的欢喜 越以养脑 网上曾有一个提问 怎样才能最容易的见识面 有一个回答很有意思 所谓见识面 就是明白了 世界不只有一面 而通过读书 便能最容易见到 世界的不同面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 书中记录了一位 名叫塔拉的女孩 振奋人心的经历 塔拉出生于一个 与常人不同的家庭 父亲偏执又愚昧 不允许她上学 母亲唯唯诺诺 毫无主见 她就这样生长在 偏远落后的小山村 童年几乎完全是由 垃圾厂的 废铜烂铁铸成的 那里从未出现过读书生 只有起重机的轰铭 十七岁之前 她从未踏进过教室 几乎每天都在喂猪喂牛 可就是这样一个贫苦的女孩 后来却成为剑桥大学的博士 还被时代杂志评为 年度最具影响力人物 而改写她命运的正是读书 看到哥哥通过读书逃离了这里 奔向了更好的人生 塔拉也开始没日没夜的读书 最终摆脱了贫苦和闭塞的生活 多年后 靠阅读振翅飞出大山的塔拉 完成自我救赎 感慨道 我曾怯懦 崩溃 自我怀疑 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要腐烂了 恶臭熏天 直至我逃离大山 打开另一个世界 那就是读书给我的新世界 作家毛母说过 培养阅读的习惯 能够为你铸造一座避难所 让你逃脱几乎人世间的所有悲哀 所以 当你被现实生活弄得心绪烦躁的时候 去翻翻诗集 感受诗人的才华 当你为情所困时 去读一读古往今来的爱情故事 当你因幼于柴米油盐 感觉身心俱疲的时候 去翻一番游记 看看大江大河 也许读一本书 你感受不到什么变化 但读百本书 你会掌握很多的知识和技能 读千本书 你会拥有更广阔的见识和胸怀 让你可以从容面对生活里的波澜 要知道世界上没有白走的路 更没有白读的书 请相信 你读过的每一本书 都将默默塑造一个更好的你 简以养心 俗话说 百病生鱼器 养生先养心 养生的最高境界在于养心 只有心安定了 身体才安然 生活才稳定 那些真正懂得养生的人 都很会以 简来养心 在这个繁华复杂的社会中 我们常常被各种琐事困扰 焦虑 压力 疲惫 常常伴随着我们 我们追随着名利 地位 财富 却往往忽略了生活的本质 而当我们回头看看那些最简单 最纯粹的日子 才发现那些才是最美好的 小时候 幸福是一件简单的事 长大后 简单就是一件幸福的事 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苦苦不得志的行者 上山去拜访一位得道高僧 他问老僧 您得道钱在做什么呢 老僧说 挑水 砍柴 做饭 那得道之后呢 行者继续问道 老僧回答 挑水 砍柴 做饭 行者不解 这不是都一样吗 老僧笑答 得道钱 挑水时想着砍柴 砍柴时想着做饭 做饭 得道后 挑水即挑水 砍柴即砍柴 做饭即做饭 你看 你越复杂 世界就越复杂 简单行事 便能成事 道德经讲 万物之时 大道至简 演化至凡 人生不过三万天 有的人背负太多 就活得辛苦 有的人取舍有度 便轻装前行 其实生活中 那些过得很幸福的人 未必有多优越的条件 只不过是有心者有所累 无心者无所谓 将所谓的糟心事 摒弃在心门之外罢了 凡事往简单了想 生活往简单了过 磨难来了就当修行 做一个简单的人 让自己过得快乐 比什么都重要 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 更是对家人负责 愿我们都能理解养生的真谛 以欢喜心看世界 以清净心生情味 以简单心过生活 故事 六十岁老人倾诉 想在儿子家养老 出钱出力 还生活不好 也做不到 院区里的老张 今年六十岁了 年初的时候退休了 他想着老伴 在儿子家带了大半年的孙子 自己也正好退休了 就一起去儿子那里 居住帮忙带孩子 也就在儿子家养老了 过年疫情哪里 也不能走动 老张在儿子家待的 还是很舒服 每天除了陪伴孙子玩 就是看电视 家里的日用生活品 都是儿子儿媳 从网上下单 直接送到小区门口 等到疫情过后 老张也没有回自己家的想法 他想陪着老伴一起在儿子家 最主要的是 老张觉得自己一个人回家太不好了 自己要做饭 收拾屋子 还没有人陪伴自己 在儿子家里 每天可以和老伴一起相伴着带孙子在楼下 或者去广场玩 自己还可以跟广场的老头们一起闲聊会 或者下下棋 总之 老张已经习惯跟着老伴在儿子家的生活 他不想回自己家里 单独过日子 老张觉得没有老伴在家的日子过得没有人气 在老张的思想里 他觉得儿子的大房子是自己出的首付款 儿子的车也是自己出钱买的 现在儿子儿媳工作稳定 收入不错 是时候回馈他们老两了 平时代代孙子 陪着老伴 看着儿子儿媳 自己都觉得很是幸福 每天老伴都会做两个他爱吃的菜 给他倒上二两白酒 他觉得这样的日子 才是他想要的退休生活 也是人间最好的天伦之乐 老张的自我感觉是越来越好 可生活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 跟着年轻人一起生活 肯定会有很多的不便 只是老张自己没有感觉而已 日子久了 对老张客气的儿媳 开始有了各种嫌弃 他说看不惯家里每顿饭时 老张喝酒的行为 觉得这样满屋子都是酒气 头疼 有次老张喝完九点了支烟 在阳台那里抱着孙子玩 被儿媳大声训斥了一番 说老张这样抽烟不仅伤害自己 还让一家人跟着吸二手烟 尤其是对小孩子危害最大 儿媳说到最后来了剧 以后要喝酒抽烟 就出去别在我家这样 进自己房间时 跟婆婆说 妈 我这里有你一个人就够了 再多人也是带一个孩子 老张听出儿媳话里的意思 他觉得有必要跟儿子 说说自己的想法了 当老张跟儿子 说了自己的想法时 儿子说 爸 真不是钱的问题 你看 我妈在这里帮忙带带孩子 好像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可您在这里 尤其是夏天 真的太不方便了 而且你儿媳一闻烟酒味就头疼 她也是忍了很久了 老张觉得自己的想法多好的呀 自己和老伴每月 共有八千多的退休金 负责自己和儿子一家的日常开销 儿子儿媳的工资 负责还房贷 剩下的自己存着以后养孩子用 这样孙子有人带 儿子他们回家有热乎饭菜 自己和老伴也会觉得跟着儿子热闹 家里人气多旺的呀 为什么就不能在一起居住的呢 老张的老伴也劝他 不如先回去自己待一段时间 等孙子上了幼儿园 老伴也就回家跟他一起 好好的过自己的老年生活 老张还是想不明白 就给自己的老伙计们诉苦 也遭到一致的反对 老张叹了口气 说时代不同了 老人出钱出力 还会被嫌弃 回自己家过日子去吧 其实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 我们传统的养儿防老思想 已经过时了 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是一个孩子 老人的养老观念还是要转变的 不能再按照以前的方式来要求年轻人 那么在建老的路上 我们这些六十七零后们要有正确的养老观念 指望儿女养老实在是不太靠谱 在自己还能够自理的时候 尽量地不与儿女一起居住 因为老人与年轻人在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上 有很多的不同 不要彼此强行接纳 老人要尽量守住自己的老窝 老本在自己能够掌控的时候 还是自己单独居住的好 养老的方式有很多种 像老张这样的 可以把自己的原来的住房卖了 在儿子小区附近买套小面积的房子 这样既可以帮忙带孙子 又能时常看到儿子 自己有个什么急事 儿子儿媳都会帮到忙的 而不是一定要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其实老人退休后 应该给自己培养几个兴趣爱好 不能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孩子身上 要学会自己寻找乐趣 身边有很多退休的老人 退的是工作 但身心不闲着 他们主动地去老年大学 学习各种爱好 或者去做一些自己能够做的简单工作 其实不是为了多挣多少钱 而是给自己找个事情做 让自己的精神不再空闲 觉得自己真的老了 废了 为什么说老人不要有依靠儿女养老的想法呢 一是儿女们此时正是事业的上升期 比较忙 根本无暇顾及老人 时间和精力都不够用 如果此时的老人一心想着儿女陪伴身边 无疑是对孩子是一种制约 他们会感觉自己被父母绑架 还会生出诸多的不满和矛盾 二是不是儿女们不孝顺 是现在年轻人的压力太大 工作 房贷车贷 再加上各种关系的处理 那里都需要钱来铺垫 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金钱来赡养老人 偶尔还会需要老人适度的资助 三是老人跟儿女一起居住养老 时间长了必定会生出各种矛盾 尤其是老人出钱出力后被嫌弃 那种滋味真的是有苦说不出 苦不堪言 还不如回自己家里过自己快乐幸福老年生活 儿女的事情自己去解决 也许这就是眼不见心不烦吧 似是老人跟着儿女居住会过得不开心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草窝 儿女家再好也不是自己家 不自由不说 还要处处小心翼翼的 尤其是夏天 那才叫尴尬呢 回到自己家 怎么舒服 怎么待着 写在最后 养老是当今社会关注比较多的话题 也是我们这波建老人群讨论最多的问题 独生子女的父母 在自己未来养老问题上 首先要懂得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更为靠谱 千万不要轻易地把自己的养老靠在儿女的身上 因为那样你的晚年生活真不好说 孝顺的儿女是你的福气和运气 不孝顺的儿女 不孝顺的儿女你就遭罪了 所以还是谁的老年谁做主吧 真正聪明的人不走回头路 不忘来时人 北宋欧阳修说 尽无文章 为陶游明归去来西辞 当年 陶游明挂印辞官 再也不为五斗米折腰 献煞多少人 没有被人忽来喝去的烦恼 不要看人脸色 也不因前程如何而担忧 守住几亩脖地 慢慢变老 当我们向往陶游明的生活的时候 更应该看到他的生活智慧 人这一生 真正的聪明 不就是不走回头路 不忘来时人 不走回头路 余生的每一天都是新的 陶游明在桃花园记里 写了一个很怪异的现象 大鱼人到处留下记号 希望能把通往桃花园的路 留下来 但是后来 他再去寻找 发现一个事实 寻向所致 碎迷 不复得路 原来 人生一路走来 美好也罢 丑陋也罢 都找不回来了 聪明的人 让过去的过去 活好当下 筹备明天就足够了 陶游明年轻的时候 总是享有一番作为 因此借助亲戚朋友的帮忙 几次到走进职场 第一次 做了江州祭酒 上司是王羲之的儿子 王宁之 王宁之沉迷道教 混日子的现象很严重 因此 陶游明迅速辞官了 第二次 他在全臣桓玄玄的手下 做文书工作 还得到了重用 桓玄打着匡扶东晋的牌子 却想着要称霸 这是不符合陶游明的志向的 怎么说 陶游明也是要像太祖陶侃一样 拥护东晋 正所谓 祖宗虽远 祭祀不得不成 恰好 陶游明的母亲过世 他马上以守孝为名 离开了职场 第三次 做了彭泽县令 能为家乡人们服务了 就在他历经图治的时候 来了个都游 非得要他去迎接 一路上还得毕恭毕敬 总是受制于人 不如退一步 海阔天空 因此 陶游明悄然离职 从此不再涉足职场半步 人生的历程 就像他自己写的桃花源一样 可以极致想象天下的美好 但是桃花源里的生活 只是世界之外才有 人间是没有的 或者说 美好的生活 一开始就是虚无的 缘兮行 望路之远近 呼逢桃花林 回头了几次 一次不如一次 就得出了结论 别回头 那只是遗憾而已 作家村上春树说过 当我们回头看自己走过来的路时 所看到的 仍似乎只是一夕莫变的或许 我们所能明确认知的 仅仅是现在这一瞬间 而这也只是 与我们擦肩而过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越发感慨 一回头就是一年 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回头干嘛 太伤心了 前面的路不好走 但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走 就能走得笃定 也能走到想要的彼岸 陶渊明离开职场之后 才真正找到乐趣 聊成话已归尽 乐福天命赴西仪 尊重自己的心态 到了生命的尽头 还是无忧无虑的样子 乐活一生 这就是做自己的最高境界 不忘来时人 拼命珍惜陪你一路走来的人 陶渊明做县令的时候 几番有词官的打算 妻子宅是看出了端倪 做了一桌子好菜 还端来好酒 夫君要辞职 我知道 但是上百亩官田 稻谷要熟了 你应该考虑百姓的生活呀 是的 民一时为天 自己吃饱 还得考虑民众吃什么 陶渊明端起酒杯 打消了辞官的念头 都由来视察工作 陶渊明厌恶鱼奉承 决定辞官 我不是为五斗米 而去奉承人的人 宅氏说 还有几天 官田就要收割了 陶渊明长叹 随他吧 宅氏开始收拾东西 备好马车 祖上有几亩脖地 就在山水之间 还有草屋 修整一番 也能容身 多少日子 夫妻日出而坐 日入而息 多少日子 夫妻同心 不期期于贫贱 不及及于富贵 当我们欣赏 陶渊明的田园诗的时候 是否会想起 田园里 还有一位妻子 放下对荣华富贵的追求 坚持过清廷的生活 甘心情愿地去种地呢 户亭无尘杂 须事有余嫌 但愿桑麻成 残月得访计 录我心属酒 双鸡招禁局 诗句里 没有妻子的字眼 但是有妻子的功劳 清扫了庭院 屋里有清新的空气 美酒在桌上 纺织机在一旁 诗经 小雅有言 妻子好合 如骨色琴 这一生 真正陪你醉酒的人 不是父母 不是兄弟姐妹 而是爱人 聪明的人 不管做出什么决定 人生遇到了什么难处 都会带着爱人 比翼双飞 就算是吃苦 也要夫妻一起扛着 带来日 还有幸福时 因为身边有你 心中有爱 粗茶淡饭都有了香味 啄酒一杯 酒不醉人人自醉 或许 我们可以想到 没有妻子的操劳 陪伴 就难以有 陶渊明后半生的洒脱 甚至都看不到 那么精彩的田园诗 一亩三分地的功劳 有你的一半 也有我的一半 今天的你我 千万不要犯糊涂 把身边的伴弄丢了 未来的幸福 不过是一乌两人 三餐四季 当然 夫妻相伴的时候 还要记住那些帮助过你的贵人 总是接近你的亲戚朋友 别做白眼狼 很喜欢一句话 想得好是聪明 计划得好更聪明 做得好是最聪明 又是最好 太多的人 想了很多 最想做自己 但是迟迟不见行动 只能混在人群里 讨来几两碎银 养活自己 太多的人 发财了 忽然忘记了枕边人 游离在灯红酒绿的地方 不愿离开 太多的人 向往简单 直到大道至简 却焦虑着 越想越复杂 做个聪明人吧 做好自己 日子翻新过 走过路过 夫妻一起过 48岁阿姨哭诉 出轨后 我不顾全家反对 坚决离婚 于生活在后悔中 我姓李 来自广东珠海 我今年48岁了 我跟我老公结婚 有20年了 他对我一直都是挺不错的 也挺照顾我的 但是我却不懂得珍惜 做出了对不起老公的事情出来 而且我还不顾全家人的反对 我还是执意地跟情人在一起 导致我后悔终生 我是真的感到很后悔 但是事情都发生了 我只能在悔恨中度过了 我自从结婚之后 我老公就特别的忙 平时都没有时间陪在我身边 有些时候 我在家就特别的无聊 孩子也上学去了 我自己在家就感到特别的无聊 我也不想出去找工作 所以我就一直待在家里 我不出去工作 我老公也能养得起我们一家人 所以我都不用工作都可以 后来的时候 我见在家真的是很无聊 然后我就出去公园看人家跳广场舞了 起初的时候 我就想着去看看而已 消磨一下时间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 我就觉得人家跳得很好看 我都看上瘾了 都想跟着人家跳了 后来我就去跟着人家学跳广场舞去了 跳了很久 就放不开身体来了 跳了一个月 我才放松下来的 跟上了人家的脚步 时间久了之后 我跳得是越来越顺 我更加的喜欢跳舞了 在跳了三个月后 我觉得广场舞不能满足我了 于是我就去看了人家跳交易舞 看着人家跳交易舞 我就觉得很有气质 于是我就选择去跳交易舞了 在我老公知道我去跳了交易舞之后 他就不准我去跳交易舞 他说跳交易舞的都不是什么好人 加上跳交易舞的都是男女 比较容易出事 所以他就是不准我去跳交易舞 我觉得是老公多心了 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这样的事情 我不相信我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出来 我就想着去锻炼身体 就是觉得好玩 我才去的了 怎么就这样说呢 于是我不顾老公的反对 我依旧是坚持去跳交易舞了 别人的事情我不管 我相信我不会是那样的做的 可是很快我就被打脸了 我竟然跟众多人一样 也是做出了对不起老公的事情出来了 真的是很后悔 我的舞伴是一位65岁的男人 他叫阿吉 我跟他跳舞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放松 他在这里跳舞已经有好多年了 都教过好几个舞伴了 我跟他跳的时候 我是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幽默的男人 他不像老公那样 整天就知道工作 一点爱好都没有 都不像人家 每天都出来锻炼身体 加上放松放松 一下自己不好吗 真的是个死脑筋的人 自从我不顾我老公的反对之后 我经常跟阿吉出去玩 他经常约我去吃夜宵 我都没有拒绝过 每次我都去 以前老公没有跟我生气的时候 我都是不会去的 我也知道家庭的重要性 所以我都没有去过 我也想着 我要让老公知道 我不是那种女人 我就是想着去锻炼身体而已 其他的都没有 但是我的老公不相信我 非要觉得我是为了什么 我特别的无语 于是从那之后 我经常跟我老公吵架 每次吵架都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真心觉得我老公不开窍 怎么就不支持一下我的感受呢 我就是很喜欢跳舞 而且我在家也很无聊 所以我才去的 我除了这个之外 真的是没有什么我喜欢的了 我很希望老公能够体谅我 理解我 但是他都不支持我 就是要跟我吵 时间久了之后 我都不想跟他吵了 慢慢的我也就不想回家了 跟阿吉出去玩都好 都不想看到老公 直到有一次 我们两人是真的吵得很厉害 然后我就出去跟阿吉出去吃夜宵了 跟他出去的时候 我心里还很难过 我真的觉得是老公多想了 然后跟阿吉出去吃夜宵的时候 他还点了好几瓶酒 我一个伤心 我就跟阿吉喝了起来 越喝越伤心 后来就这样 我做出了背叛老公的事情出来了 我心里很害怕说还真的 我不知道我要这么面对我老公 而且要是让他知道 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出来 我不敢想是什么样的下场 而当时阿吉就跟我说 会对我负责的 还会跟我永远在一起的 还让我跟他在一起 做他的老婆 他说我要是跟我老公离婚了 就去找他 他说他是真心爱我的 所以也是真心想 跟我在一起的 会对我负责 他跟我说完这些话之后 我整个人都放松了不少 也放心了很多 从那之后 我们两人就私下在一起了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是真的觉得挺幸福的 好过跟老公在一起 他一点都不绅士 就知道骂我 我对他都感到厌烦了 后来我老公就发现这件事情 我也没有觉得有多伤心 反正阿吉跟我说过 会爱我一辈子的 所以老公知道就知道吧 我也跟他过不下去了 后来我就跟老公说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或许我不会做出 这样的事情出来 但是就是因为你 所以我才做了这种事情 要怪也是怪你自己 我也受够你了 老公非常的生气 他说 我们离婚吧 不过你是婚内出轨的 你得净身出户 我是不会给你一分钱的 你赶紧滚 我不想再看到你 我还没有想到 他是真的跟我离婚 我心里还是挺难受的 于是我伤心地走也不回了 后来我回到我娘家的时候 我全家人都在骂我 不懂得珍惜这段婚姻 说我被鬼迷住了等等 我父母还让我去跟我老公道歉 我打死都不去 凭什么要我道歉 就是他的错 我才做出这样的事情出来的 要不是我怎么会呢 所以说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 我是不会跟他在一起了 我要跟阿吉在一起 我家人都很反对 我跟阿吉在一起 但是我就是不要 我坚持要跟阿吉在一起 就这样我不顾全家人的反对 我跟阿吉领证了 我以为他会给我幸福的 而且他之前还跟我保证过了 会对我好的 可是我自从跟他领证后 就没有得到过幸福 反而是越来越惨 他一点对我都不好 整天还对我打骂 让我做这做那的 我感觉我就是他家的免费保姆一样 照顾他的全家 我是真的很累 以前都是前夫来照顾我 可是现在却是我来照顾阿吉全家 我真的后悔 他还整天欺负我 他要是对我好的话 我照顾他全家我都觉得是应该的 但是他对我都不好 还要我照顾 这点我就很不喜欢了 而且他还想打我 我真的是气死了 直到有一天 他打了我 我立马就跟他说离婚了 我以为他会同意 没有想到他说 这个事情 你说了不算 我不同意 你都别想离婚 我是不会同意的 就算你去告我都没用 听了阿吉这句话之后 我心都死了 我非常后悔 我怎么瞎了眼 觉得他好 我后悔极了 又不能离婚 真是很可悲 从那之后 更加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了 特别的后悔 悔不当初啊 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办了 故事 六十岁阿姨找老伴的新观念 既不搭伙 也不领证 彼此相伴幸福快乐 人生走到了老年后 如果不幸被生活 磨砺成单身老人时 大多数的人都会希望自己 能够再寻找 一位合心意的老伴 彼此相互帮扶着度过余生 生活里的老年人 对于领证再婚 或者搭伙过日子 各有各的想法 有人觉得在一起 就要合乎正规 要不就别在一起 也有人觉得 领证再婚或者搭伙在一起 都是给自己和子女找麻烦 不如两个老人 开心了就在一起吃顿饭 平时一起逛公园 去广场锻炼身体 彼此相互闲聊着姐们 比一个人要舒心些 院区里退休多年的温姐 今年六十岁了 她说自己已经跟老张 两个人在一起 相伴有五年了 平时一起相约 去广场打太极拳 也会去植物园散步闲聊 倒点了一起回去做顿饭 晚上各回各家 感觉这样的日子 过得也很舒心快乐 青素人 六十岁的温姐 我今年六十岁了 退休多年 独生女儿早已成家生子 老伴在我五十岁退休那年 突发脑梗走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独活 我现在跟六十五岁的老张 在一起相互帮扶着生活 平时我们在一起去锻炼身体 打太极拳 到了饭点 我们就一起买些菜回到我那里 一起做饭吃饭 一般情况都是老张做饭收拾厨房里的卫生 而我就把家里收拾得窗明激净的 准备好茶 等着老张坐下来 一起品会茶 闲聊一番 或者什么话都不说 静静地看会电视 到了傍晚 我们一起下楼去散步 或者就在社区里走走 然后就各回各家睡觉 很多人不明白 我们为啥要这样相伴在一起 为啥不领证再婚 或者直接搭伙相伴过日子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也曾在一起讨论过 最终我们两个商量着 就这样彼此牵挂 相伴着生活 不必非要在同一个屋檐下过日子 因为老张家是独生儿子 老张以前是单位里的领导 他老伴曾是单位里的技术主管 他们经济条件不错 老张的老伴走后 给老张留下了两套房 一套商铺 还有不少的存款 人都是这样的 总会觉得 别人带着目的接触自己 尤其是我们这代老年人 到了老年最终还是为子女而活 真正为自己活着的 有几人呢 老张也曾想过 领证再婚的事情 可他儿子不愿意 觉得老张再婚后 不仅给自己添麻烦 还会把他母亲留下的财产 被别人占了去 老张很爱他的儿子 况且现在都有两个孙子了 老张说 为了儿孙自己委屈些不算什么的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我自己有退休金 也有自己的独立住房 不必为了生活 去跟谁搭伙 或者领证再婚 老张说 只要我们彼此是真心地愿意在一起 彼此相伴着这样生活 也是很好的 老张跟我说 他什么都会做 每次买菜买水果 甚至我们去逛商场 都是老张在消费 他说 这是他一个大男人应该做的 我平时每周会去老张那里 给他收拾一下家里卫生 帮他拆洗一下被褥 我们两个人既属于黄昏恋 也属于彼此交心的老友 去年老张病了一场 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 我每天都会去医院给他送饭 陪伴他到晚上我才回家 等待老张回家了 我也会每天买菜 去他那里给他做饭 收拾卫生 直到他彻底康复了 有人说 那是老张大方 总是给你钱花 若赶上一个不知道 感恩的男人 女人这样做 岂不是白瞎了 其实 不论男人与女人 都要学会感恩对方的陪伴 和感谢对方 对自己的好 老张在我女儿买房 这件事情上 并不是像其他男人那样 怕我借了钱不还了 或者就是直接地骗钱 老张在知道 我为女儿的事情 发愁的时候 他跟我说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都不是事 最后是老张借给我钱 帮助了女儿 后来 我的存折到期 我也是按照理财利息 还给了老张 老张觉得我也太实在了 其实 人就是这样的 你对我好 我会记得的 也会加倍对你好的 我们在一起这样相伴 我感觉很好 现在我们彼此身体都还行 如果再过十来年 彼此的身体不好了 到时候 我们也许会携手一起走进养老院的 我们这般相处 老张的儿子是不反对的 他也看到了 我和他爸之间 是彼此相互珍惜的 不是那种彼此算计计较的老人 老张儿子家的老二 现在在上幼儿园 平时就是我和老张帮忙去接送 偶尔也会带着一起去我那里玩 老张的孙子嘴巴甜 总是奶奶 奶奶的叫我 女儿离我远 我这样帮助老张儿子带老二 感觉也非常的好 满足了我对下一代需求的欢乐 周末老张儿子儿媳都忙的时候 老张就开车带着我 一起去他儿子家帮忙带孩子 给孩子们做好吃的 偶尔老张的儿子儿媳 也会请我们两个人 一起去外面吃大餐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写在最后 人到老年 也有情感的需求 不是说老人就是每天等吃混天黑的 他们的内心渴望 有人与自己交流 谈心 更期待 有个伴与自己相伴到岁月尽头 年轻人总觉得 人都到了这把岁数 还谈什么感情和需求呢 这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理解的误区 我觉得像温姐和老张这样的相伴也很好 但也只是为了子女的考虑 老人不得不选择这样的相处方式 如果年轻人真心为老年人着想 就该撮合有情意的老年人在一起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而怀疑老年人之间的真情和真心 最后祝福天下所有的老年人 都老有所依 老有所办 老有所安